就整个那个美国 从这个就是基本的那生活环境 一直到就是医疗什么条件都变差了 在纽约街上走又不安全了 我记得我是80年代初去美国 看着它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就美国城市普遍 现在又完蛋了 然后医疗特长 反正就是过去这些年闹的 我觉得伦敦好像也不如以前干净了 纽约都不是最坏的 最坏的就是落差最大是旧金山 当然洛杉矶也有这个问题 情况真的像我在网上看那么严重吗 我看L.A.San Francisco 很可怕 我跟你讲 落落到这个地步 有一天我 我现在去看我的老师 我是在 在那边念的书 然后呢 他是在那个市场街 这Market Street 在南边 那以前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呢 那地方就是破烂的工厂什么的 所以什么艺术家建筑师都到那去建立工作室 其实已经盖了很好的房子 所以要去找他呢 我和我妻子我们俩就走过去 结果那一条街上 就是走几步 你看那有一堆在不明之物 就是在那个人行道上 那是一个人一动不动的 然后再走走 然后臭气熏天 因为他们这些人 这就是我经过单位不敢拍照 要拍照可能就跟韩国电影差不多了 当然他是无价可归 然后可能有精神问题 吸毒吧 吸毒 当时我们已经觉得后悔了 可能再有两个街口就到了 这走这么走 这么绕着这一堆一堆的 那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这个还跟左派有关系 其实我得声明我本来是左派 白左 不白了 黄左 但是 实际上那左派的州政府认为 有精神问题的人 只是和没有精神问题的人不一样 不是一种病 结果把精神病院也关了 他节省开支 把这些人都轰到外头了 所以街上地铁上 哎呀真是 这真是左派知识分子 就福科那一路的 是吧 这精神病都是 也是正常人 对 而且也不要费 福利 是 他那个LAA 还是San Francisco 不管你哪里来的 反正你来 生活每个月派钱给你 结果其他州的人 Homeless 无家 都楼浪汉 都涌去了加州 涌去了特别那两个城市 反正要领了钱 说明 这说明还真的是 这人活到什么岁数 都可以从穿衣服里得到乐趣 对 自己最乐 您刚才讲 您那个是舅舅 领您进来穿衣服的 表哥 表哥说领您进来穿衣服的世界 这怎么讲 就是说在那之前 您也不再讲究 对 也不讲究 也无意识 他怎么样领你进去呢 他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他没说什么 那他是从小在日本和洛杉矶长大的 所以他等于是个外国人 所以有一天 就是因为我刚从北京去了美国 主要的那些亲戚们都在旧金山 所以他就从洛杉矶飞上来 就是来看这没见过面的表弟 然后这一家人呢就吃了顿饭 吃完了呢 大家就往回走的时候 他忽然看到了一个地下室里的店 他肯定就知道就 这家店现在在大减价 他反正就是小表弟说 你跟我来 那一家的人就在上面马路上聊天 他就带我就进去 一进去是一个水泥盒子 唯一的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叫它装饰 也不是装饰 等于那房子里有点意思的一个东西 是上面那层的马桶的那个弯管 露出来的 然后一个激光灯打在上面 哎呦装置艺术 装置 哎呦就是 当然一看见特别 然后里头呢 就是左一排右一排 有两排货架上挂了几件衣服 就我就没见过这样的商店嘛 然后不是有上面有人等吗 我那表哥 我记得是 他买了两条裤子 一条红颜色的 一条黄颜色的 嘿 这给您当时一个视觉刺激了 对对 说这能买红裤子黄裤子 那个八一年的时候 中国的完全是蓝那个失败 没错 所有都千篇一律的 没有就算到这个年代 你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穿红裤子黄裤子 需要勇气的 对就像我今天也需要勇气 除非你是某些 除非你是某些身份 给我就不敢了 普通人一个 黑色我们刚说黑色 除了各种的理由 另外一个最安全嘛 因为特别男人啊 到了一个年龄啊 身体的肌肉啊 流失啊 衰败啊 那你黑色最安全的嘛 所以可以盖住你身体的 最好不出现的缺点 还有更别说去穿黑色也方便 对吧 我们去去什么开幕里也行 去商礼马上赶去商礼也行 最安全的嘛 对对对 这岁数反正离不了这些地方 不过有错 所以还有我刚看那些照片 我看到他们很快乐 他们那个爱穿衣服 懂穿衣服的照片 镜头里面的人 很快乐 很堂皇 觉得很有记性心 很满足 很有专严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了 对于男人 我刚很感动了 您还会对父亲穿什么衣服 会注意 我回想我一辈子没记得 我父母亲穿什么衣服 唯一一次我大概二十来岁吧 我发现我父亲当时四十多岁 在一个机构当一个部门 不算小的主管 刚掉过去 那一阵子我发现我父亲 回去上班都要打个领带 挑个西装这样子 那他那个报社嘛 通常到报社回报社上班 不需要穿西装打领带 后来我就发现 原来他掉去那个部门 是管理资庙的部门 有十个员工 包括我父亲 九个都是女的 而且听说还有几个小妹妹 赞美过我父亲 哎呀 马老板马先生 你今天很好看 很英俊什么 我父亲的得意 那一阵子 每天上班就打扮 刻意打扮 这辈子 我觉得那时候 是我父亲的高光时刻 被女生赞美 然后打扮 神奇 就是这个颜色 你比如说像是这种 比较艳的这种颜色 平常我们不敢穿 或者也不知道该怎么搭 就是搭了 就是感觉失败的概率 特别高似的 可是呢 你像我看您 拿的那个大卫霍克尼 大卫霍克尼 他自己 就是那个画家嘛 他自己形成一种 着装的风格 他那个配色 我觉得这里面 有色彩规律嘛 哎 我怎么就觉得 他也是艳的 跟艳的这么配 绿的粉红的 怎么 哎 是 是因为我知道 他是大卫霍克尼 我觉得不是 我就觉得 他配的挺舒服 但是我也能想见 同样的颜色 要穿到我身上 那人家就觉得 这一傻帽 他 他这个有 有绝对的规律嘛 这可能应该是 是徐老师的问题 他可能跟他的 画的本身的关系 对 他的画就是五颜六色的 色彩非常艳丽 纯度很高 嗯 红的绿的 画的田野啊 画的那些风光 他可能也是 跟他的那种 那种 服装跟他的 创作本身之间 会有一种 关联啊 所谓适合 穿颜色鲜艳的 是因为 这个人对 鲜艳的颜色 有感觉 哎 我穿 我也能穿 特鲜 是吗 你也有 你穿过最鲜艳 是什么样的 那个绿 比这个还鲜 黑又够嫩的啊 绿西装绿外套 不是衬衣 就 反正我 就是实际上还是那件事情 穿上觉得也挺轻松 而且觉得 好像自己还给自己提了点精神 对 那别人看你也会觉得就是顺眼 自己给自己一个惊喜 对 如果你自己穿完了 又有点害羞 又有点不舒服不自然 那肯定就别穿了 徐老师 你穿过最觉得最 最艳丽的 最奇特的衣服 我没有很多很艳丽的衣服 穿过的 我实际上 就是张老师 有没有这种 你穿的衣服里面 有没有不穿在外面的 给自己看的 我买过 做过一件棉袍 就过去 你像鲁迅他们 蔡元培穿那种 很长的那种棉袍 那就没有 没有什么型的 我有一件这个衣服 干嘛的呢 每到下雪的时候 我就穿这个衣服去拍个照 松树啊 有雪啊 那个感觉就是 不是说下雪之后 北京就变成北平了嘛 有种感觉 或者是晚上 趁黑夜的时候 下去到朋友家聚会 我就穿个这个衣服 是大金的吗 大金的 就是那个很土的 那种大金的那种衣服 一代宗师出来 就是给自己看的 也不是 男人情吧 穿出去 觉得太夸张了 这就喜欢穿衣服 那绝对 我还穿过 一个衣服 是不会穿出去的 给自己看 也看了几秒而已 穿女装 那是在那个园堆长大的 我常说我家里姐姐妹妹妈妈 家里一堆阿姨啊 什么外婆住在一起 从小就香港的房子嘛 小小的嘛 四十平米住了八个人 这样环境 那八个人里面七个是女的 我父亲也经常不在 上班 你可以想象在那四十平米的房子 我面对什么情况 举头就看到女生的内衣 内裤 胸罩 就挂门 因为香港地方小 也没有阳台 对 那洗完衣服要挂 晾杆 就挂在那边 把枪会熏逃出来了 那十来岁吧 反正好玩 在家里 看到没有人 就尝试穿一下 从船子到裙子到 内衣 内裤都穿一下 那那个感觉也蛮奇怪 当时不是说那种变装的感觉 因为年轻 当时的感觉是什么呢 好像突然明白作为一个女性 你穿上女性衣服的那个感觉 比方说穿上我姐的高跟鞋 整个人被绑住了 穿上她的内衣 感觉被绑住 我们明白女性从小长大 穿衣服 衣服会照照你整个人的心理状况 你可能处处受到规范的 甚至你穿着裙子 会提防被偷看 所以女生对于身体的控制 对啊 腿都怎么放 对 我也能感觉到 走路 是 还有衣服的把你捆绑 那整个衣服不仅 除了我们说好看不好看以外 它会照照你的精神状况 还有你跟你身体的关系 我们男人穿衣服 一般来说可以这样动来动去 一张腿 男人一张腿 腿张开等等 那那个 所以我倒是穿过就是女装 我都穿过 女装是吗 女装呢 我就是想勾引你 讲出来 那我不是有一个哥哥吗 那我妈呢 她不是说希望 这老二是女孩 她觉得那个老二一定是女孩 做的都是女生的衣服 那生出来一个儿子 所以我就是穿 这女生的衣服 你要这么说 那我也坦白 我也是老二 我妈妈的想法 当年 所以也是穿过小裙子 小孩说 穿的都是花 买的布料 存的都是想给女孩的 都是花的衣服 那您今天是不是有点女 也跟这个有关系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 好多女士都说 这个张老师有点阴性 我是有多少 不知道 肯定有 你像我穿衣服 有一个基本的底线 就是不能不舒服 对 我太要舒服了 您看我那个 照片 矛盾西装里讲 西装的设计 是给坐着的人设计的 对 所以它呢就是 也不是让你运动的 你也不会去 搬重物 你也本来不会去跑 所以它是 那种合适啊 就是有约束的 而且干净本身也是约束 所以说这个 所谓什么贵族啊什么的 它不会 吃得很快 因为吃得很快 弄得全身都是 也是 这就不礼貌嘛 但是您看那 007 他就有意的 还得穿一个 特瘦身的 对对对 然后卡 在这矛盾了吗 我就感觉 担心他扯着当 是吧 对 他不是初中 我有很好的 这个裁缝朋友 就是他做衣服的时候 在某些 关键的节点 他可能 给一点点空间 所以 又可以 不用穿的 松松垮垮的 你看他就有点像个老裁缝 我觉得 你觉不觉 这个造型 这是四颗扣闹 这个越小 越像个 就这种工作外照 刚才老师说 提到贵族 他们出来 每一个动作 身体每一个表情 每一个眼神 要需要锻炼 要去念的 那一般人来说 像穿衣服 衣品除了包含 你对于衣服的选择 它的颜色 设计 还有你如何穿它 当你穿上它的时候 你用什么姿态走路 用什么姿态坐着 用什么姿态讲话 那个动作的幅度 要大跟小 这样好 那个衣品是包含 那个动作的 所谓老话说什么 富过三代 才懂穿衣吃饭 OK 因为刚开始 没有给你穿的那个名牌 或是说有人 太简单 你花钱 有人给你搭配衣服 你这种造型 你应该穿什么 你穿上 你还是一样的走路 一样好像刚从 穿鱼 那个井水旁边 打了水出来 这样走路 那个不一样 那种感觉不对 所以有需要商标 要不然 要不然不知道 对对对 这很重要 所以就必须把各种的招牌弄出来 其实人没有说 长得好看难看 对吧 你看有些雕塑家 或者什么 你说他当然不能叫好看 他那模样 或者有些老了 但是我发现 你要有画家或者的眼光 你穿什么衣服 带什么帽子 带什么头巾 照出相来 你就觉得好像是个作品 可能好多人 他没有自信 他觉得他应该长另外一个样 我长期就处于那种上台 那他肯定没戏 就是像你们三位 一会儿完了事要求 几分钟 我给你们挨个照相 赵帅都会很好的 就真爱穿衣服的人 你就会走街串相 他们欧洲的一个城市里 就有种种的穿衣服的流派 你在这交往的朋友 比如说他有一个朋友带你去 他穿叫Vintage 现在叫什么古着 古着 对吧 非常便宜 我在那儿都恨不得都看疯了 当然不适合我 我也没怎么买 但是他就我才知道平常一见他 他这个行 出来的 有的时候有点像那个王尔德 英国那个是吧 甚至于我觉得这种店 有的时候 你像我在那儿看到一个耐克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 那就是这么一个旅游鞋吧 他这个可能是几十年前 某一年出的这个 哎呀我太喜欢了 但只有一双 我是小半码 哎呀我犹豫我犹豫我说我急 最后就终于觉得没法穿 对就一直想 但我觉得这种逛街的乐趣啊 我好像在咱们的大城市里 这些年都很少能感觉到了 逛这个大商场就没有 在日本很多的那个vintage 二手嘛 古着嘛 对 我去最喜欢买 说起来有点丢脸 第一个我这种南方小土豆 就觉得哎呀好便宜啊 好像买到就算没有穿 也觉得赚到了 你这么那么便宜的东西 很好玩啊 便宜到你不敢相信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那个骨酌店还有分类 这一类是正常的骨酌 另外一类呢 就是那个骨酌的来源 可能是有人死掉的 可能那个人上吊的 可能那个人病死 那特别便宜 你知道吗 那那个挑 反正我觉得蛮好玩的 还有的那个衣服里面 商标都还在呢 对 不过还有一个理由啊 就是像是在日本 就是此时此刻 那三大品牌全都完蛋了 都糟透了 可是你要找一件 它设计很好的衣服 比方说山本耀司 那可能就是得买旧衣服 它没有新的了 您不是说山本耀司的衣服 就是黑帮穿吗 就是啊 就是 白衣服 白衣服就是白衣服 是吧 你说为什么 这为什么呢 他自己不是有一解释吗 就觉得坏人有个性吗 可是我 我不知道 不最肯定 他是不是真的为坏人设计的 当然不是 而是他可能别人就想了 就是那个吉普赛人 那种那么瘦 因为没东西吃那么瘦 穿得松松垮垮的那个件 所以他就设计那些宽大的 我是碰巧 见过 正好我在马路对面 可能在等我妻子 我在马路这面 马路对面呢 是横着 所以这个店有好多窗户 三本耀司店 所以看着一个黑帮穿着一身 这种就是超大的衣服 就从这个窗子 到那个第二窗就露出 就在那 就来回在那 挑衣服 现在想要拍个录像 瘦记了 你想日本黑帮也得有型有款 其实刚才张老师 张永和老师已经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穿衣服有品的那个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就是干净 它哪怕是就在 那个我们的小时候 大大穿都一样 但有一家 他穿的那些衣服 洗得干干净净的 穿的还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看 他就是高级 对吧 完全是跟 其他人是不一样 他对自我的尊重 和对他人的尊重 是一如既往 也对衣服的尊重 对 那徐蕾老师 一定对现在流行的 废土风 很看不过你 那个电影《沙丘》 《沙丘》流行之后 现在年轻人 年轻人都喜欢穿 废土风 废物的废 废土风 他就感觉像 《沙丘》那种电影 在沙土里滚的废土 那种破旧的 磨了皮 磨的皮打衣 而且又弄脏 也挺酷 而且又故意 有的那个洞 基本上是衣穿蓝绿 都是衣不遮体的 那种东西了 我说为什么买这个 我先试着理解 我就试着理解他 他可能这都是美学的不一样 现在有一种 好像就是丐帮的那种 也是一款 很时髦的 也是一款 很贵的 那个比你买的 那个磨破了 他需要人工去磨的 那个东西 他也是洗干净了的 他就是磨成那样的 包浆啊 那种衣服啊 其实可能最早开始 穿球保龄 就是好像被刚炸过的 就是大洞啊 什么的 但是穿这种比较武的衣服啊 其实是属于一个特定人群的 就是真的可能比较运动 然后也比较健美 就比较文气的路子呢 其实你穿那种衣服 就会变得很滑稽的 对 对对 又有回到 对自己有个了解 是是是 我有时候我能感觉到 就说一个朋友穿一个衣服 我说我知道你心里啊 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西部牛仔 对对对 但是你长得太不像了 是吧 可是人自个儿高兴 你说这怎么着呢 那没得 像是现在在北京 我还上次还听您说呢 您就觉得这城市啊 这马路啊太宽了 所以呢 好多这个小街道逛的这个乐趣 就少了 对 你小时候还是在北京 还是有这个乐趣 对以前黄木杰是没多宽嘛 嗯 穿晚饭 我父母带着 我和我哥就上街 但是有时候看那东西 其实现在想溜弯嘛 北京话 就是散散步 那也碰到什么朋友 什么我妈的什么同学 邻居什么亲戚 就站在街上聊了 又想起来买点什么 或者什么东西打折就 就买 所以那种购物是一种 可以说偶然的购物啊 它跟那咱们现在 很有目的的 到一地儿 买了一东西就走 完全不一样 这个跟你们建筑师 大有关系啊 那是 不是你们造的吧 可是我也不想这么造 如果要给我 现在我们开始 有机会设计窄街道 就是小街区 我们就会 我们在上海的一个 一个工业区里 就设计 每个 这个一个 所谓的一个街区啊 就四条街道 围出来那块地儿 是才40米乘40米 现在咱们平时看到的 所谓新城啊 包括北京 一个街区是 500米乘500米以上 啊 大 特别大 所以它街道的密度小 可是它街道宽 所以把那个城市生活的乐趣 其实就是给干掉了很多 我真的觉得现在 好像中国这个建筑界 到了该反思的这个时候了 绝对了 就前些年啊 也不能怪 就是这个国家 原来是那么个样子 白费带兴嘛 然后这家伙 这个高速的这个发展 你看相应的 这个高楼大厦 其实对行人呢 真的是很不友好 就是逛街的乐趣 那有一个呢 归咎于说现在电商 所以你看像 现在咱们内地的 而且都是 这电商太发达了 你到全世界 任何一个国家 都没有中国 现在这么方便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 是不是在这个同时 好像也少了点乐 不这个事啊 其实一直是呢 好像难 就中国好像难 那还有点标吧 就不喜欢逛街 当然可能被迫的 可能妻子让他去买东西 他就去买了 那东西回来 其实本来逛街是 住在城市里的理由之一 对 所以 对 要不住郊区了 对 要住郊区了 还有现在 那就是网购了 对吧 其实里头有很多乐趣 一个就是 我给你举个例子 还是在都陵 都陵在我写什么讲学去 然后到街上逛逛 他有一家 他老街也是 一家小店 一家小店 就进了一家唱片店 根本就没生意的唱片店 就一个一个女士 就在那店里 满世界都是唱片 那我就跟他说 我当然 其实想找哪张唱片 哪张唱片 然后他就找 找完了呢 他说 你看看这唱片都是老唱片 也许质量不好 也许好 我放给你听 他就放 然后呢 就是就是 开了头了 就东聊了 西聊了 哎 反正也没人 反正聊得挺高兴 一会儿说 等着 出去买咖啡 快回来 又喝咖啡 然后他又给我推荐了 然后又听 然后大概外头 可能有点雨 有点雪 在他那泡两个多人头 太美了 一共我买两张碟 因为都是旧碟 我花了 反正我不记得 可能花了十欧元 他整个就赔了 这种小店 它其实并不在于 就是要去挣多少钱 我也碰到过这种小店 一个设计师 他做T恤 他自己做的 那小店在日本的 一个白冰那个 特别小的 小城市的边角的地方 估计很多游客 都走不到那儿去 我就在那儿看 他从欧洲 买回来的那些小东西 就特别有感觉 就是当艺术品放在那儿 然后买点牛带裤 买几个T恤 东西做这么多 他每天开车 多少公里来上班 也没人卖不到 什么东西的 但是就特别有趣 我就看到 整个的这个里面 我看灯也很好 他说灯是从 这个意大利 运来的 我说能不能卖给我一个 那个灯 老的那种 跟那几点那种灯 就是他整个的氛围 让我里面就看半天啊 我就觉得这个 哪哪看了 都是觉得他特别有意思 是 他并不是说东西贵 对也不是非得买 所以有点 其实刚才看那个桑德尔 把他叫就是August Sander 就有一次在京都 当时不太知道 那个古董一条街 两条街 是不是礼拜天不开 还有一什么节日 结果就是 去去店都关 就很扫兴 结果走到一个小巷子口上 居然有一个英文的招牌 说我们开 世家书店 反正也就是手写的 那反正没地去嘛 就进去了 进去那小巷子 那门脸大概这么宽 有这么大一个橱窗 这么大一门 就摆两本书 一本是这个桑德尔的摄影 一本是建筑书 你看这不是我的店吗 一眼临近 来了一个中年人 男的 勉强说几句英文 他就问我 他那个里头就一个小屋 你想那么大 大概这么 空的 后来我说 我看了那个门口 你橱窗里那两本书 我说我都感兴趣 一个是摄影 一个是建筑 他说那个 就是摄影你 还感兴趣什么 然后我说一个 谁谁谁 他在那周边 有一个小梯子 不是楼梯 是爬梯 他就有一个梁 他就进去了 好像上楼了 听懂的 拿一本书下 你看 这怎么样 是不是跟你一样 比方说 我不是或是 他说 还有 他一会儿又上 就是这样做生意 这一天能做几个生意 不然那天 我估计又是 就跟那个 都灵的唱片电视 就我们这一段 对 就是他们生活不困难 不懂 或者说不着急 是吧 可是对我来说 就是 那太有意思 就记得这个 太有意思了 太有意思了 感谢观看